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前两天在饭桌上听人笑谈,有两位领导因工作上意见不合,就餐时大家都喝了点酒。 下属借着酒胆对上司出言不逊,上司也借着酒风扇了下属两耳光。 下属气急,于是两人扭打起来。 后来此事曝光,两人都降级,受了处分。 一念于吉波惹绝,一念至吉波惹生。 人是感性动物,一旦冲动失去理智,很可能会让生活从此偏离正常的轨道,从而影响自己的一生。 人到中年,大部分人已是家庭的顶梁柱,是单位的中流砥柱,事业也到了上升的高峰期,别让意识冲动,别让情绪毁了所有,从而暴汗终身。 人到中年,要学会戒掉情绪,人生到最后,拼的是情绪管理。 一,情绪向方向盘,如没把握好,会失控。 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,有一个人去吃烧烤,对面桌上有一男一女一边吃,一边朝他多瞟了两眼。 那人觉得,对面男女看他的眼神,带有鄙视和挑衅意味,不禁心头火起,拿了烧烤棍往桌上一料便开骂。 那对男女同样是暴脾气,狠狠回骂对方。 对骂中双方不知谁先动手打了起来。 只一会,整个烧烤摊就被砸得七零八落。 后来店老板报警,双方都被送到了警察局,警察判定,三人除了要赔偿店老板的损失外,还要各被拘留15天。 在警察局三人都表示了,非常后悔自己,当时咋就没忍一下。 有人说,有脾气是本能,但能压住脾气,才是本事。 很多人往往在某些时刻,放任了自己的脾气,给自己造成了无端的麻烦和苦恼。 央视体育节目讲解员黄建祥,有一次解说世界杯足球赛时,球队双方已到了白热化阶段,所有的观众也看得提心吊胆。 最终,意大利队以一粒点球,战胜了澳大利亚队,结束了比赛。 而深爱意大利队的黄建祥顿时失声哽咽,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语气胜在意大利队的胜利,完全不顾电视机前澳大利亚队球迷的感受。 因为这场失态的解说,黄建祥被央视取消了下一场比赛的解说资格,舆论也接接踵而来。 掌控自己的情绪很像是开车时掌握方向盘,一个不留神,没掌握好,就有可能车失控,出了轨。 人一次失控,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或工作。 二、负面情绪是病菌,若不及时消杀,终酿成疾。 朋友爱美离婚多年,一直为走出离婚的阴影和前夫背叛的伤害。 她把苦涩藏在心里酿成酒,在夜深人静时一杯一杯毒瘾。 没有出路的坏情绪,终于有一天在她的身体里找到了寄居地,变成了乳腺癌。 负面情绪出向是附在凑理的病菌,只引起痛痒,不怎么注意,也没处理,厚入肌肤,再入脏腑,出现严重的症状时再去医治,以玩意。 有一位病人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脏病,叫心脏树枝断裂病。 什么意思呢?用浅白的话,表述就是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。 这种病会导致心脏不能正常跳动,脉搏也是紊乱的。 是什么原因竟然使她得了这种危险的病? 经医生询问了解得知,原来几年前,她和母亲在小区门口散步时,突然驶来一辆车,撞倒了她母亲,造成她母亲当场死亡。 但她当时并没有哭,也许是吓傻了。 多年来她也好像失去了哭的功能。 后来,她就出现了心衰,而且越来越严重。 中医自古以来就有怒伤肝、喜伤心、撕伤皮、悲伤肺、恐伤肾的论证。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也发现,人的90%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,可以确定和情绪有关的疾病目前已有200多种。 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人身体里隐藏的病菌,如果不及时消杀,时早有一天会变成使你痛苦的,或要你命的疾病。 三,冲动是魔鬼,一旦冲动,后悔莫及。 重庆一对夫妻出门时发生了争执,妻子想开车走人,可愤怒的丈夫用身体拦着车子不让她走。 妻子在冲动之下,奋力脚踩油门,丈夫当场被撞死。 在警察局,妻子浑身发抖地说,当时要是不那么生气就好了。 可是,这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。 今年6月19日凌晨,辽宁丹东一小区有对夫妻俩吵架,吵到激动时打开了煤气阀门,引起煤气爆炸,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的重大惨剧。 俗话说,冲动是魔鬼,冲动的后果会给多少人多少家庭带去永久性的伤害,谁也无法预料。 就像重庆公交坠江事件,因为乘客刘某的冲动和自私导致了全车14人为他陪葬。 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就像是一颗行走的炸弹,一不小心别人碰到了他的导火索,就会引爆。 不但毁了他自己,也有可能毁了别人。 一位心理学家说,每个人都有情绪,但不同的是,有些人能够控制情绪,而有些人则是被情绪控制。 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,在很多时候,往往能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成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 负面情绪,正面解决一书中说道,你永远无法控制天气、驾驶条件或其他司机的行为, 但你可以培养和磨练自己的敏捷性和安全技能,学会操控和调整速度,注意坑挖和盲点,在意外情况下控制车辆,适时改变车道。 情绪也是如此。 情绪本身没有问题,问题在于你对自己的情绪的反应。 你的反应模式,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,什么样的命。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情绪诱因,更好地理解自身反应,培养批判性思维技巧和正确对待情绪的能力,避免自己任期百在。 首先要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,然后试着用尽可能准确的词来形容当情绪发生时的感受,并且不要去评判它。 发觉情绪波动大时,尽可能地离开情绪源,通过深呼吸或冥想来调整情绪。 也可以把情绪写下来,通过有效的情绪对话,回应情绪,从而直接处理情绪。 平时要定期给情绪把脉,养成关注自身想法的习惯,找出情绪诱因,纠正曾经扭曲的观念,注重睡眠和营养,多与大自然接触来平息情绪的过度反应。 一时冲动,有可能毁人害己,尝试忍受坏情绪,有可能治病成疾,关键时刻没把控好脾气,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人生。 人到中年,经历过不少事,见过不少人,为自己的情绪翻过不少跟头。 到头来,你会越来越发现,成年人,无论是职场还是家庭,都应该戒掉情绪。 因为,很多时候,自己真的输不起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